往下的学校朋友们大家好 每次进步一点点 这次我们来介绍的是 税法原则 这个考点啊 它在以前的考试中 还是比较重要的 近几年初期老师呢 不太喜欢它 所以没怎么设计 但这个就跟流行趋势一样 随时都可以杀个回马枪 而它对我们 做做快事来说 还是比较重要的那种 对大家呢 必须要把握 从考试角度来说 主要是三种题型 第一类就是区分 那么初期老师呢 会把基本原则和适用原则 放在一块 问你下列属于基本原则的事 或者是下列属于 适用原则的事 这种题 有时候的年份 是独立作为一道题考核 有时候年份 作为一个备选项考核 那么做这种题 实际上比较简 因为我们听完一边课了 对这些原则 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 所以区分很简单 而且基本原则呢 就八个字 法定 公平 效率和实质 字少的就是基本原则 那字多的就是适用原则 你听完课以后 自然就有这个印象 能够啊 划分 清楚就可以 这是区分的题 第二个题呢 就是概念经文 它描述了一段理论 它问你 它属于 主要就是适用原则 哪一个原则 你会发现这些原则 有时候看着都挺像的 这什么 有旧法 这是从旧 对吧 所以呢 它考的就是基本功 概念的含义 这种 还有呢 就是第三种题 它描述一小的背景案例 然后问你 在这个过程中 遵循了 什么样的一个原则 主要就这么三种题型 那么你做再多题 都是为了这三种题型把握的 同学们呢 注意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先来说说 什么叫基本原则 什么叫适用原则 基本原则 它是同领性的 啊 那么包括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 等等 都要遵循 基本原则 尤其是在立法过程中 大家特别注意 为什么强调这个立法呢 像适用原则 它不是同领性的 它是在处理具体问题时 遵循的原则 主要是 像受机关执法 像司法过程中 会考虑一些 适用原则 所以立法呢 主要考虑 像基本原则 这块的内容 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书中的一句话 相对比较偏门 但我觉得你应该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什么是基本原则 什么是适用原则 好了 那咱就兵分实录 这不是四个吗 这不六个呢 来说说 这些原则的具体含义 首先说法定原则 大家注意 法定原则是一个核心原则 你像18级三中全会的文件里 他就一句话 主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说就是这句话 这一句话 那我们集中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这几年 是吧 那么新的税法陆续出台 你比如原来叫 印花税展行条例 那么我们现在叫印花税法 哎 后边几个词不同了 那么他立法的层级就不一样 这就是一个落实税收法定的 这个一个进程 当然我后边也会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目前18个税种中 还有哪几个税种 没有落实 正在加快落实中 是吧 那你看这个法定原则 比如核心原则 为什么要嘚拨这个呢 因为以前考题中就问你了 这个核心原则是谁 就是法定原则 又叫法律主义原则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法定原则 或者叫法律主义原则呢 主要从两个层面来说 我还是采取类比的方式 因为这块要考就是熟悉性的问题 那么咱们单位 比如有一个考勤打卡的制度 那么要想落实这个考勤打卡制度 应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你得出台相关的考勤打卡的 这种白子黑字的东西 这叫什么呢 这叫要件法定 有白子黑字了 如果谁都不遵守 那你能说落实了税收打卡制度了吗 一样没落实 那白子黑字在这呢 对吧 你落实不了 没用 所以法定原则 除了我们说的要件法定以外 还包括什么 就是具体执行过程中 也要遵循打卡制度 就是税务合法 所以呢 法定原则是两个 一个要白子黑字 也就是说课税要素 必须于法律形式做出规定 而且尽量明确 这就叫要件法定 对吧 那白子黑字可能写起来很容易 其实更长的路就是 税务机关要按照法定程序 依法征税 不得随意减停免 或者无法的依据不征税 对吧 都要在税务执法过程中要合法 所以呢 这个相当于落实层面 对吧 这是指字的 这是具体工作过程中的 那么法定原则知道是两个层面的 叫要件法定和税务合法 想不起来就想咱们落实打卡制度 有指之不行 还得去遵守 那么这两个都有了 才要落实了咱们单位的打卡制度 OK了 把握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这叫法定原则 那么什么叫公平原则呢 这个公平原则通常理解的 跟我们税法理解的没有问题 说这事不公平 那我们这里边也强调这个公平 那么所谓公平原则 它分为什么 横向公平 纵向公平 教材中提的这么一句话 然后没有展开说 然后他在后边的税法要素里呢 在2022年又出了这么一道题 我后边啊 后边我们在说这个事 那么现在说这个公平原则的含义什么 就是这个税收负担 要根据纳顺的负担能力分配 你负担能力相等 税负就相同 那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叫做横向公平 横向公平 你比如咱俩的工资都不高 都七八千块钱 那咱俩交税都一样 那才对 你不能说咱俩工资都一样 对吧 负担能力都相同 但是怎么呢 哎 你呢 长得漂亮点 我这些小眼睛八叉的 头发也没有漂亮 我就交的多一点 你看我不顺眼 那肯定不行 那不公平啊 平常我们俩工资都一样啊 扣的都一样 对吧 遵循同一个个人所得的规定 那平常他这个啊 就就交的少啊 因为他漂亮 那肯定不合理 对吧 那就不公平 所以这个负担能力相等 税负相等 他实际上也是体现一个横向的这种公平 对吧 那么所谓纵向公平是什么 就是你负担能力不等 你税负就不同 你比如说 他是什么 是我们单位老大 他的年薪是我的好几十倍 对吧 那他肯定要多交税 那你像个人所得税 他采取的超额累进税率 就体现了这种公平性 挣的越多 税率越高 那么你应该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 所以负担能力不等 那么这个税负就不同 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纵向的含义 这是我们说的横纵的理解 这是第一个点 叫公平 第二个就是禁止对特定纳顺 给予歧视性对待 这是一种公平的要求 对不对 同样去食堂打饭 对吧 那么咱们俩是不是应该都吃一样了 凭啥给你不给我 不公平 所以禁止对特定纳顺 给予歧视性对待 第二个也是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公平现在跟我们通常 社会上理解的是一致的 就禁止对特定纳顺 给予歧视性对待 那么也禁止在 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对特定纳顺给予什么 特别优惠 给他不给我 那就是不公平 对吧 你看这不就是我们说的 社会的意义上理解公平 所以呢公平原则 理解为主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说什么 效率原则 这个效率原则 从两个层面角度考虑 第一个呢就是什么 钱的事 对吧 另外一个什么呢 就是啊 行政效率的问题 那就是要求税法的制定 要有利于资源的 有效配置和经济体制的 有效运行 对吧 那么因为一个税证的出台 它涉及千千万万个企业 千千万万个人 所以的话呢 一定要有利于资源的 有效配置 那比如我们后边说的像 企业所得税啊 像这种什么啊 企业重组 对吧 那他就有一些要求 比如在一般重组过程中 我把你合并了 你的亏损 就不能拿到我这来弥补 如果是法规定的说啊 亏损企业的啊 亏损可以啊 由这个合并方弥补的话 那么你会感觉 亏的也成为一种资源了 对吧 那肯定不利于 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所以在我们税法的规定过程中 会考虑到这个 经济效率的原则 那么还有就是行政效率 要求提高税收 行政效率 节约税收征管成本 所以效率原则 包括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 然后说说这个 实质课税的原则 所谓实质课税原则就是什么 不仅考虑这个相关的外观和形式 我要根据这个客观事实 确定你是否符合客税要件 该不该对你交税 对吧 然后根据你纳顺的真实负担能力 来决定到底按多少交 而不仅仅看他的外观和形式 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实质客税 你比如这样一道题 说纳顺通过转让定价 减少计税所得 受计官有权重新 固定计税价格 并据计算应纳税和体现了 税法基本原则中的什么 对吧 那就是实质客税原则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事 实际上我们前面说过了 我给你100万 我给隔壁老王25万 对吧 那我通过这种转让定价 减少了计税所得 受计官发现以后 就要调整我 即便可能我跟隔壁老王之间的 发票流 物流 资金流 等等 全都符合规定了 但是对不起您了 税务机关根据实质客税 它有权调整 在上一讲中 我们讲了 对吧 有些即便符合民法规则的话 那么也得按税法的规定来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客税原则 这就是我们考试中的 三种题型中的第三种题型 它描述了一个简单的背景案例 请同学们 或者请考生 能够做到最好入座 这种题不难的 基本原则中哪一个 关键是要理解 这个相关的内容 有的学到这 有的老师 那你看我都没学转案定价 我咋会这种题呢 那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你就可以不会 等什么时候会 等学完这块 这些后边内容我们都会学 但是等我们学这的时候 您别告诉我 说老师啥是法定原则 啥是公平原则 啥是效率原则 啥是试制原则 那就推出去展了 对吧 你可以不理解这个背景的资料 但是我们把这种提醒给你 你在这个阶段复习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人应该怎么看 就是理解他的基本 基本原则就说完了 法定公平效率实质 八个字就搞定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说什么呢 就叫适用原则 刚才说了 适用原则 主要是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 针对具体事项 我们所遵循的一些原则 那么第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 这个现象 我们在社会中经常看到 对吧 比如我是小崔伯 小兵 我把这个方案给了科长了 对吧 然后呢 科长呢 又给了处长了 处长提出不同意见的话 那么科长和处长之间的意见都不同 对吧 那怎么办呢 你说听科长 还听处长 叫官大一级压死人 那就是在处理不同等级税法的关系上 那么效率低的税法 和效率高的税法发生冲突的时候 当然官大的好事 也就是效率低的税法是无效的 那怎么这个同样都是税法差别咱那么大 怎么还有等级呢 哎 这就是立法集资的问题 我们后面会说 那么你像我们国家啊 最高权力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它的常设机构及其委员会 它制定的就叫法律 那就叫法律 那么像行政机关国务院 它制定的就叫什么 行政法规 是吧 那你看 法律从集资上来说 就大于行政法规 那么有些呢 是谁 是国家事务总局 那么就是 它制定的就叫规章了 它肯定 它的这个级别 等级就不如什么 法规 不如国务院制定 那么国务院制定 和国家事务总局 制定的 都是 不如 全国人大级常委员会制定 所以这是一个鄙视链 也有鄙视链的 那是不是就存在着等级啊 那么既然有等级 那就存在着 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事 那这就叫什么 好听的名字叫 法律优位原则 哎 梁老师说了 我们这块就是选择题 所以同学们 对吧 你理解这个含义就可以了 对吧 理解这个含义就可以了 多看一看 知道就可以了 这个原则挺重要啊 法律大于法规 大于规短 后边我们还用到它 也会讲到它 在这呢 给你个记忆小贴士 主要是 让你理解这个 法律优位原则的含义 有冲突的时候 听官大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叫什么 叫做既往不咎的原则 这都是杨老师 给大家总结的一个 理解的这个内容啊 这样有助于应试啊 什么叫既往不咎呢 那就是新法实施以后 之前人们的行为 就不是用新法了 你比如我们有一个 法律名字叫 车辆购置税法 是吧 那么望闻生意就是 你购置车辆 就要交这个税 是吧 这个税 老早之前是没有的 中国人没那么多车 是吧 从2001年1月1号 他开始收这个税 那么你如果在这个之前 买车不需要交 是吧 那这个时候你注意啊 这个你不需要担心什么呢 说哎呀 这个 我这个听说要出台新的 车辆购置税法了 那我之前买这个车 是不是要补税 不需要 因为什么 因为新法实施之后 你之前买车的行为 是不是用这部 新出台的车辆购置税 那不 你是不是就感觉 这个车辆购置税 出来的话 既往不咎 以前的事就不用管的了 所以法律是 无数据既往 如果数据既往 会怎么样 那你买的任何东西 都可能提心到的 我今天吃口饭 不收税吧 我担心以后找不我 我出台了一个什么 吃饭税 那么只要吃饭的 要速记既往了 所有之前吃过饭的 都得按顿数给我补 那这事儿 我吃饭都谨小慎为了 所以法律不速记既往的原则 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了维护税法的稳定性 和可预测性 现在我吃饭的时候 没有吃饭税 所以我无需担心 以后即便出台了吃饭税 他也不会找不 让我补 我现在吃的这顿饭的税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在司法 在执法过程中 会遵循一个原则 叫法律不速记既往的原则 很重要 对吧 就叫既往不咎的原则 理解这个对吧 理解这个 不要去背 不要去背 所以我们拿更 无厘头的例子 帮助大家理解就可以了 就叫法律不速记既往的原则 那么还有个叫什么呢 叫做辞旧迎新 怎么叫辞旧迎新呢 就是新法 优于旧法 那也叫后法 优于先法 举个考题的例子 大家感受一下 这就是我说的 考试题的第三种提醒 我们多举几个 刚才我们举的也是第三种提醒 那就是举个背景案例 问你 他遵循了 税法 适用原则中的哪一个 这道题我跟你说 你要选A的选B的 那三道题的第一道题 你就不会推出去斩了 因为啥 因为效率公平原则 它是基本原则 所以你蒙 你只能在C和D之间蒙 一下蒙的概率就提高了一倍 对吧 你四个选一个 这是两个选一个 对吧 好了 说的什么事呢 我们拿这个事来体会一下 他这个法律不速记既往原则 刚才说的吃饭睡的事 和这个新法又于旧法的这个含义 说某税务绩查局 2019年6月 对辖区内的一家企业 进行事务检查时 他发现这么一个事 说这个企业呢 2018年6月转增的注册资本案 万分之五的税率 缴纳了印划税 他交了 是万分之五的税率 但是呢 检查结束以后呢 事务机关人说 哎 你多交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有新的印划税的相关法律出台了 那么告知 该企可以申请退还印划税 以缴纳金额的50% 是吧 那就是我们万分之五减半啊 出台这个政策了 他这个就是告诉你个结论了 是吧 那这个检查人员 为什么在具体的税收执法过程中 他这么做呢 就是因为新法优于旧法 对同样啊 印花税针对我们的转征注册资本 交税这件事 那么哎 有不同规定的时候 那么新法是优于旧法 你不能按旧法的万分之五交 而应当按万分之五减半交 所以这块呢 大家注意他俩之间的区别 法律部数据既往 原则你可以说什么 我现在干事没有 是吧 那过一段时间出台了 也管不着我 这叫法律部数据既往 那么来维护税法的稳定性 和可预测性 而新法优于旧法 你就想这个例子就知道 是吧 所以我干这件事 结果我呢 这个业务不经 很显然这个 按道理而 我要是这个老总的话 得罚这个财务人员 你凭什么让咱们多交啊 你这个干这个的 你怎么没有跟杨老师 去学学这种快事睡法呀 对吧 在罚他 他业务不经 那么这个时间应该交税了 应该按万分之五减半 结果他按老子来 那么你看 应该是新法优于旧法 就是新陈代谢 不能按 旧的了 好了 他俩爱搞混 请诸位 要注意区分 按例行区分 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说说什么呢 又是一个事叫特事特办 这个事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的也比较多 啥意思呢 就是同样的事 那么两部法律分别定有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的时候 你想为啥要定特别规定 就是当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 就得按这个特别的来 所以特别的效率就好使了 就是特别的效率要高于一般规定的效率 这叫什么 这叫特事特办 所以特事特办呢 大家注意啊 他体现的什么原则呢 就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但特别法的来 那么这时候呢 有可能就出现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你居于特别法地位级别比较低的水法 他就比什么 比他的上位法 级别比较高的法 怎么的 是普通法 就比他好使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还说这个鄙视链 可能是 我是国家所有总局制定的规章 但他什么 他是针对特殊的事项 对吧 那么符合立法的规定 那我就出台了一个文件 对吧 出台了一个文件 叫规章 对吧 那他是特别法 那么这个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律有什么 有这个一般的法律规定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遵循特别的法律规定 因为什么 特事特办 特别法要优于普通法 那么他实际上是打破了这个法律优位原则 打破了这个税法等级的限制 是吧 所以这句话 大家注意以前的考题中考过 居于特别法地位级别比较低的税法 这个效率可以高于作为普通法的级别较高的税法 那么他打破了税法等级的限制 这是什么原则 这是三道题的第二道题考概念 叫特事特办的原则 也就是特别法 优于普通法的原则 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可以打破税法等级的限制 好 理解到这个程度就OK了 然后说说什么呢 就是实体重就 程序重新的原则 同学们就这个原则 你们特别容易搞混 那我就要给大家一个理解的小贴士 怎么理解这个事呢 是要站在新税法的角度看对以前的事情好不好使 你比如说 这么一个案例 哪里说 说事务机关在检查中发现某企业在新所得税法实施前的某项偷税行为 对吧 那这时候肯定要求他补交税款是吧 那么你说这个补交税款是按老的税法来 按按新的税法 有的老师那不应该是新的安息应该按新的税法来 错 因为这个事发生在新税法实施之前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理解的角度就是站在新税法的角度 看对这个偷税行为好不好使 那么站在新税法的角度来说 这个偷税行为发生在新税法实施之前 所以新税法对他不好使 那就叫什么呢 这就叫实体法重就 也就是在算这个企业对以前发生的这些偷税行为 需要补税的时候 担用什么 担用原来的税法 对吧 那你像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企业所得税 它是新的 原来我们有内资企业所得税法 外资企业所得税法 2008年开始 我们才两个法合成现在的看到的企业所得税 所以呢 你之前的事还得按老税法来 这就是新税法对以前的偷税行为不好使 这就叫实体重就 所以一定要站在新税法的角度 那我们就翻译一下呗 就会发现所谓实体重就 就是新税法不具备宿集力 也就是他对以前的偷税行为不好使 对吧 那么你确定纳税又发生时的这个税法为准 是不具备向前的宿集力的 明白了吧 这叫实体重就 而程序重新又怎么理解呢 好了 就拿这个案例说事 对吧 这个答案出来了 实际上就是什么 实体重就 说这个实体重就的事 只不过他这个答案 就遵循的原则在学全了 那什么叫程序重新呢 这哥们算出来应该按老的税法 应该补交250万的税 那他是不是在交税啊 交税的时候 这哥们还挺仗义啊 根据实体重就 程序重新的原则 那么你把那个原来那个 老税法那个表都给我拿了 都按原来老税法的规定入库吧 那没人理你 那些表可能都没了 那你该交税 你把250万交就可以了 那么这时候交的时候 就可以怎么的 按照新税法 关于这个所得税 交税的流程来 这就叫什么程序重新 那么也是站在新税法的角度来说 交税的流程按新税法来 不按你原来老税法 那个偷税十点点的规定来 所以可以体现出来了 所谓程序重新 就是程序税法在特定条件下 具备一定的宿集力 对不对 原则上 对吧 新税法就有约束力了 你这个新税法公布实施之后 吃款征收程序 就不按老的来 所以要站在新税法的角度 看 老税法那个时候 你偷税了怎么办 算税额的时候 从就 是吧 那么交税的流程的时候 重新 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明白了吧 好了 然后接着说说 第六个 也是最后一个适用原则 叫程序优于实体的原则 注意啊 这个最大的前提 就是一定是 发生税收予争议诉讼的时候 恰价的时候 你跟事务机关友恰价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程序优于实体 啥意思 说你收我这个税 我不服 对吧 或者你罚款我不服 我们后边会讲 有税务行政复议 或者是行政诉讼 你可以去告 对不对 但告的时候 你得先把这个税给交了 不服你得交 真的是有问题 我才退给你 但你觉得不能说 借着复义的名义 借着诉讼的名义 就想偷懒 想拖着晚交点税 那这时候就乱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款 及时足额的入库 这就叫程序优于实体 啊 程序优于实体 他就是在掐价的时候 把税先给交了 有错再退 没错 交就交了 对吧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原则 会有问题的 我没钱了 或者股市火 对吧 我晚交点税吧 那我就告你一下 我先不交了 没这事 所以注意它的前提 注意它的前提 好了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 税法原则的内容 给大家讲完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看看 这样一道题啊 说下列税法原则中 属于税法适用原则的有 法定原则 基本原则 程序优于实体的原则 这是掐价时的一个原则 这是适用原则 法律不速记既往原则 这是保持稳定性和预测性的一个原则 这是对的 然后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 是特事特辩论原则 这个BCD 都是属于适用原则 非常简单 三种提醒的第一种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道题啊 他问你啊 下列关于税收原则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正确的有 A说的是 税收法定原则是 税法基本原则中的核心 这句话实际上考了两个点 首先说 法定是基本原则 这是对的 然后呢 他又是原则中的核心 这也是对的 所以整个这句话是对的 这个大家注意 他既考了法定原则的具体内容核心 又考了区分 那么出席老师如果干扰你 说税收法定原则是 税法适用原则的核心 很多考生 他在考场着急忙慌的 可能也选对就错了 注意啊 那么这是A选项 B说的是 税收行政法规的效率 优于税收行政规章的效率 这是我们说那个鄙视链 法律大于法规大于规章 这个描述是没有问题 那体现了什么呢 官大一击压死人 官方的说法就叫法律优位原则 这也是正确的 C 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法的制定 有利于节约税收征管的成本 那么就是行政效率 对吧 也包括经济效率 这是正确的 对吧 我们也讲了这个自行车 收车船使用税的这么一个小历史 D 制定税法师 禁止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给予特定纳顺特别优惠 凭啥咱俩都是一家吃饭的 我妈给你加个鸡腿 对吧 那我就说不公平 对吧 这就体现了税法的公平原则 所以我说的公平原则 跟我们通常理解的 对公平的感受是一致的 所以对吧 没有正当理由 给了别人的优惠 那对没有得到人 就是一种不公平 对他也是正确的 你会发现 我在做这样题的时候 并没有去背啊 那都是要结合我们课上讲的内容 给他分析 理解出来就可以了 好了 解析挺多 不用管他 那我们小结一下 作为一个高频的知识点啊 虽然这几年涉及的不是特别多 从这个统计上来说啊 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一再强调 他随时可能成为这一张最重要的高频考点 如果我出题的话 我就愿意出这块内容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的执法和司法过程中 经常追寻这样的原则 而且对理解啊 我们的一些税法的知识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么尤其是适用原则 他要比那些死鸡兵贝的题 要有意义的多 他要比那些 几角尬拉的题 也有意义的多 啊 有意义的多 所以呢 他呢 还是要引起充分的重视 那么还是那句话 主要是三种题型 一个就是区分题 一个是基本含义题 一个是应语性考核 那我对这块的要求是 掌握性熟悉基本规定 那就比熟悉要高一点 他的考评性高嘛 所以叫掌握性熟悉 那么掌握性熟悉的意思 就是不需要去死鸡兵贝 对吧 只要混个脸时候 能够理解 能够做这种单选多选题 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这讲老杨 就带领大家学习到这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